财政赤字货币化,讲的是中央银行直接发钞给政府,一级市场就没有到市场上去 也就是很多人经常讲的,用印钞的方法解决政府债务问题 就是很典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,举个例子,政府已经没钱了,没办法给部队发军饷 部队就跑到中央银行去,你给我印点钱,给我做军饷,中央银行就印点钱 军队就拿着钱去市场上买东西,但是呢经济的供给侧就没有相应的增加商品 因为他直接把钱给了军队,军队拿着钱直接就去买东西,整个的供给侧没有相应的增加供应 整个经济循环是这样的,当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,他就给了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呢就拿到了钱,拿到钱他就往外放贷,贷给了工厂,工厂拿到钱 那就扩大生产,钱不就出去了吗,你每一个环节出去钱,市场都会拿到钱,拿到钱大家就买东西 这边供应,这边买东西正好比对 这就是经济循环这么循环 那你现在不是这样,你直接把钱给了这个部队,部队拿到钱去市场上买 那供给侧那边,工厂有没有拿到钱,工厂没有拿到钱,没有拿到钱,有没有增加供应,没有 没有增加供应结果是什么,结果就是过多的货币在追逐较少的商品 这就是很典型的通货膨胀 Mic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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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c0